拍了他一下 吓了他一下 好 你们对哪个有感兴趣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这边有长短枪 你要不试试看 这跟那个不一样吗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给你看 往下指 它就已经上膛了 它会有一个拉枪机的声音 然后按照他们的动作就是 要插兜 我这没有兜 不好意思 插兜 我也没兜 我刚刚那个兜 耍衰 因为他要这边的放松 这边紧 然后这个地方夹一下 夹一下之后 然后往前出 然后缺口对准心 7.6 我想玩一下 就是 来 没事 我说先玩一下 打枪最终还是要稳 他不想 你这个姿势很帅 不管准不准 先把兜给插 先把兜里揣上 打中了吗 没有 脱了 我来试一个 我来看一次 我第一次玩这个 4.8 可以了 第一枪就上板 可以 再来一个 你可以把动作再改一下 你看中心是这样子的 这两边是空的 然后把这个可以加紧一些 如果不行的话 你可以双手试试看 双手怎么拿呢 双手基本上就看你自己习惯 你先帮我拿去 你也可以脱底下 脱底下也好帅 然后就 上面一样的 描一下 这个也好帅 你这个动作 看一下 7.7 这样吗 这个的话要把肚子往回收 就核心要收紧 肩往前一点 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还是单手了 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双手是会稳一些的 双手真的会稳一些 对 怎么不去帮他指导一下 有一点点小肢体接触 他还Q吗 我打中一个6是不是 对 6.5 可以 可以 你要打长的吗 长的怎么打 你稍微往这边坐一点 对 他也只关心他 怎么样 学怎么样 我刚打了个六点击 老张你来了 老张进步了 开始主动了 把他顶到你的右肩 顶到这里 然后要卡住你这里的窝 是我一直都没上把吗 那个是我叫过的枪 这个吗 这个是我叫过的 他就一直没反应 连那种诡计都没有 是 你的腮放到这里 是这样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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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通过这里 打回去 这样吗 对 然后调出你的呼吸 然后你的手其实 不能我拖着枪吗 也可以 你觉得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 这枪很难 九眼 厉害 厉害 老师教得好 但是我按的没反应是因为什么 这个 这个是这样子 对 然后就还是枪窝底尖 这你应该知道的 对 然后你把你的这个胳膊 尽可能抵在桌子上 怎么感觉 胶着这边耳朵在那边 你很厉害啊 子涵 枪手 你刚刚其实在上映脑的过程中 已经找到这个 对 慢了一点 你打了几发了 我打了几发 好多了 这边呢 这一向好 你来一个吧 你看看你怎么样 我应该没有你打到 七发 不要迁徙 还要右边一点 这个好厉害 十点三 指导得好 可以 一指导就不一样 请教我徐老师 那你们这个我试一下这个 我再试一下这个很帅的 手枪的话也是三点一线 厉害 好强 好厉害 喝点水 小马 喝点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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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睛要 我眼睛要 我要休息一下眼睛 看一下你的零食有什么 可以看一下 你还又带着拍立得呀 对 我带了 好厉害 记录一下吧 这是啥呀 桃花丝 好厉害 带了一个面包 就碍姜贴 运动受伤的话 就可以弄一下 好 你今天没有搞头发 没有 不想搞 多够点的 对 今天穿的这个还挺 挺像我的自己的 凌食风的 对 怎么样 有没有找到那个精嘴 我 我看你基本上都是八九 八九这样 对 我这个水平连出赛都进不了 问题不大我觉得 要不我们这样吧 晚上我要跟大家做菜 我们第一轮就个人赛 输的人一个人帮出 团体赛就是输的那个队 再出的人帮出 总共两名帮出 好 好 吃发蛋 预备 开始 都好帅 不管会不会打 姿势都会 打完了吗 打完了 我八十六点九 我六十三点四 我九十五点九 厉害 我九十五点五 五 我九十一 我 一二三 四五 我今天晚上帮你了 看不懂 老张又到了我们看不懂呢 一会儿小诗 一会儿子涵 两个队长 你们要黑的还是要白的 黑的白的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等着 我们三个会黑白配 总会有两个是一边的 一个是一边的 要黑的要白的 白吧 你要白 来 我们仨黑白配 黑白 你在那边 我在你后面打 有没有狠话可以放一下 等着帮厨吧 你们 我们 子涵挺可爱 啥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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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打一枪自觉换人就好了 我先来第一场 我说这样 你帮我看一下 我帮我看一下 你别紧张 给我 有一点点 左边一点 好 还行 还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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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 拿这个气势来压我们 没关系 没关系 大不了就做饭呗 我们也很厉害 主要他们那边还有小事 我们也放心一点 一雪前池 好 这个可太爱你欧了 你们多少分 你们呢 没关系 没有压力的 他们多少 我没看到 但是主要被 懂了 搞他们的心态 对 好感觉 好 十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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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枪加油 他们十 看来你们算又要当帮厨了 我直接打拖把 我直接打拖把 应该也能赢了吧 别别别 打出去嘛 你走走走 可以 可以 总分多少 推进 他们还差最后一枪 漂亮 漂亮 十点二 九十一点四 我们赢了 我们好厉害 一起的 晚上 吃了 吃了 那就咱撒去干活 我们今天晚上 给大家做饭了 可以 做饭了 开心 开心 老张又重新回归到 让我们看不懂 本来前一天 我还以为他对小师 就是好像想了解 可是刚刚看又对子涵挺关注 就不太明白了 其实我觉得老张现在典型的是一种 别扭式主动的状态 就是前一天他刚才也说了嘛 都是说我想去主动了解你 多了解你一些 然后我要发出我的主动在里边 但是现在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按说说的 都是默默的 地水也是一样 然后在旁边默默地观察他 所以很多都是让对方不能够 直接地感受到老张的状态 所以他的状态也不轻松 跟子涵在一起是轻松的 跟小师在一起的话变得拘谨了 这就非常别扭的一个状态是 那会不会理解他对小师的感情更浓重一点 对 是这样的 是吗 对 没错 让你轻松的人你可能没有那么在意 对对对对 然后让你拘谨的人 舒服的人才是你心里面比较在意他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跟女孩有很大的关系 老张跟小师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就会打保守牌 不那么敢表达自己 但是你发现跟子涵的时候 子涵都是那种怕人打得挺好 然后老张说哎呦打得不错呀 然后子涵就是那种哎呀 还是你教的好 就甜甜的 也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叫正强化嘛 他俩之间的互动就是标准正强吧 没错 还是您教的好 那里 你打得好 那我再打一下 帮我调一下 哎呦 你给我调得真好 抬相互抬 对 但这样 这样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但这个感觉会很舒适 说不定后面会有点心动呢 有可能 有可能 这是你车 对 你是四座的 对 我车里面能坐三个人 小心一点 怎么坐呀咱们 咋坐呀 好 那你们跟我一起走呗 是 你们是谁呢 子涵和小事跟我一起走 那小马和那个 好 拜拜 我们坐这台车 很主动了 挺好了 挺好了 就是有进步 记得上次的这个问题了